OK 接下来我们看到右边87页 Page 87 Page 87 请翻到87页 87页的右上角有六个图片 OK 这六个主题的单字请念一次 Lake 4 Hill 5 Mountain 6 Island OK 我们从最后一个6 Island开始看 Island 岛屿 哪一个地方没有发音 I-S-L-A-N-D 岛屿 比如说台湾是一个岛屿 Taiwan is an island 来你的前面帮他写一个N 为什么用N 因为Island是母音开头 那Island这个地方有一个字没有发音 S打叉没有发音 Island 那像绿岛的英文叫做Green Island 那因为它是专有名词所以要记得大写 倒数第二个 Mountain Mountain是山的意思 那这个字比较长 所以麻烦你画音节 OK Mountain Mountain 第二个Tan T-A-I-N 比如说阿里山 阿里 Mountain OK 好 Mountain 山 那很高的山 那如果是比较矮的 叫山丘 那就是第四个Hill Hill是山丘 OK 第三个 Lake Lake 湖泊 一打叉没有发音 那比如说台湾比较有名的湖泊是日月坛 所以我们会说 Some Moon Lake Some是太阳写在它的上面 S要大写因为是专有名词 然后Moon M-O-O-N OK Sun S-U-N Moon M-O-O-N Some Moon 太阳跟月亮 所以我们翻译成日月 Some Moon Lake 日月坛 OK Lake Summon Lake Is very Beautiful Summon Lake 第二个是River River 分成两个音节 R-I R-E 然后后面是V-E-R 那River 是河流 那比如说高雄很有名的爱河 OK Love River In 高雄 Is Very Famous 高雄的爱河很有名 OK River 河流 那第一个是 Beach E-A-F-A-E的长银 Beach 是海滩 那比如说 齐金 就是我们高雄的海滩 对不对 很多人会去那里玩 OK Many people play At 齐金 Beach OK 齐金的海滩 Beach 那这六个字 我们从头再念一次 来 第一个 Beach 海滩 跟着念一次 Beach 2 河流 River River 第三个 湖泊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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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Hill 山丘 Hill Five 山 Mountain Mountain Six 岛屿 Island Island 好 这里有个单字 麻烦你要找时间把它记起来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左下角有四张图片 那这四体你要写出四个地方 那你说这四个地方在哪里 那就在上面刚刚那六个字 OK 好 现在麻烦你利用一分钟的时间 把这四体找出适当的地形 把它写上去 好 给你 如果能在海外 大面 我可以 我可以 那一天 我可以 似乎 那边 是不是 有 给你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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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还有20秒 可以在10秒钟 OK,好,应该差不多 那我们来对答案 那对答案之前 请大家拿出红笔跟蓝笔 那红笔的地方在1234题的 你会发现有四个地方画红色 这个是过去式的B动词 有两个字 一个是was 第一题画was 第二题was 第三题也是was 那第四题 鸟变两只了嘛 那就是复数 复数的过去式B动词是were 那我们会在88页的时候交到 所以请你先画was跟were 用红色的 这是过去式的B动词 那接下来用蓝色的笔 帮我画线 一到四题最后的时间 那你画线的时候想一下它的中文是什么意思 第一题 last weekend 上周末 第二题 three days ago 三天前 第三题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 最后一题 yesterday 昨天 好,那我们现在来对答案 请你对一下你刚刚的天空是否正确 one the yellow bird was on the island last weekend two the red bird was in the river three days ago three the yellow bird was at the beach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four the birds were in the lake yesterday 好,那我们只讲第三题 the yellow bird was at the beach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这句看起来很长 其实没有那么长 主要是因为它的时间 用了四个字在字尾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 那主词是the yellow bird OK,这只黄色的小鸟 was at the beach at圈起来 beach是海滩 那你看一下右下角 它有一个备注 右下角这里 at the lake at the beach at at接地点 表示说在那一边 那不一定是特定的哪里 OK,那at the lake at the beach 它在海滩 那它一只小鸟很小一只 不可能占据整个海滩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 在海滩这个地点 所以用at 那另外的话 你看右下角 in the lake in的话一定是在里面 像第四个图片 在湖泊的里面 所以就用in the lake OK,好 那麻烦同学 收读这一边的单字哦